樓價升勢持續強勁 差許物業股價儲數據顯示 截至今年4月 私人住宅售價指數按月再升超過2% 連升13個月再創出有紀錄的新高 4月私人住宅售價指數報327.4 升幅雖然是較3月時放緩 但按月仍然升到超過2% 按年比較更加升近2成 單計去年11月政府加勒後的幾個月間 樓價已累積升到近7% 反映出辣椒無阻樓價上升 中小型單位售價升幅持續跑型大單位 4月實用面積1075方呎及以下單位 售價指數按月升近2.2% 按年比較更加升超過2成 而實用面積1075方呎以上的大型住宅單位 4月售價按月只升約幕1% 按年亦只升約幕1成1 按區域分析的話 實用面積431方呎以下的小單位 以港島及九龍區的按月升幅最大 4月兩區的平均尺價都升近6% 而新界區的平均尺價就升近4% 至於造金方面 4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數同樣創出有紀錄的新高 佈178點 按月升約幕0.28% 年升5個月 大升幅就較3月收窄 而按年比較的話就升近9% 實用面積431方呎以下的小單位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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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家